歡迎收聽今天的通勤Darling EP6 Yeah 第六集的馬爾巴哥 不知不覺 哇塞 真的 錄會有點上癮 真的嗎 最近錄的感覺心得要不要來講一下 就是 感覺就是一直在講屁話 因為我回去我都會反覆聽 真的假的 因為我開車就常常常踩一種 然後就一直聽一直聽 對 真的好像都在講坑話 其實還好啦 我們其實是真的是 我覺得還蠻優良的一個頻道 還不錯啊 欸有教育性 然後還有什麼姿勢 而且我覺得 真的 那最近你會覺得自己變紅了 還好啊 我只實際上說 因為那個小三的 佩服戰頻道跟我的頻道 都常常露出你啊 你怎麼考慮自己當個YouTuber啊 這個 難說難說 感覺你很想紅欸 嗯 還好還好 我覺得我都被嗆而已 欸你的那個YouTuber 欸我忘記上哪一支影片 反正下面就說 你們幹嘛一直欺負麥克啊 什麼什麼 你現在也有你的粉絲 你的觀眾啦 這很搖壽 真的是哇塞 這欺負不了啊 這個現在這個社會真的是 想要網路 一五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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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really 一五五啦 Really Yeah ok ok congratulation啊 謝謝喔 謝謝喔 好啦那今天呢 我們先進 大家一樣好不好 老樣子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一整個主軸 今天主軸呢 今天講的特別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稍微一點資本主義 但是也還好啦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就是 呃所謂的國外的這個騎車文化 嗯 騎車文化差異 以及呢我們實際上 我們出過國騎過車的經驗 對 這其實蠻特別的啦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以讓先講一下 反正現在COVID-19嘛 所以大家可能先 讓大家回憶一下 有去過的回憶一下 沒去過的好不好 make a plan 對 只只只養 明年就是 欸明年就可以有機會 看年底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很難欸 喔真的假的 因為就算好 他這個開放年終開放了 你敢去嗎 當然去啊 我我不敢 沒有啊 你沒聽過嗎 台灣人 台灣人有抗體啊 喔欸 哈哈哈 台灣台灣有抗體 可以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可以不要那麼近 好 就是呃 就是可以 台灣有抗體嘛 所以不會沒事的 好不好 OK 好 然後再來是 我想一下 然後我們再講一下 我們主天 今天主題是 講的日本美國啦 畢竟 其實泰國我也有去過 但是我覺得 木齊車 嗯 但我覺得 呃 沒關係 我們就先follow 喔 follow my heart 對對對 那當然喔 在開頭之前呢 我們先來 欸 最近在忙什麼 哈哈哈 是不是 還有 我問的很硬欸 對對對 沒有沒有 沒關係 這個是稍微工商一下啦 好不好 上級上級呢 就工商過了 那就是 這個 我是conquer 那其實因為這次帽T呢 我最近曝光的比較少 我就是 就是比較忙 真的其實 對 就比較少講 然後呢 其實這個podcast上的時候呢 應該已經 正開始預購了 okok 對對對 那 其實還是講一下 就是 conquer的東西 就是我 為了 自己創一個服飾品牌 嗯 那我為什麼要另外拉一個 你本來就有康康的那個啊 沒有 呃 應該說其實我覺得 機車youtuber 他還是 機車youtuber 但是你假如我還是對於服飾有興趣嘛 嗯 那我還想說如何讓機車跟服飾有一個結合 嗯 然後呢 以及就是 因為我覺得 其實像我的conquer大部分是走一個工裝的風格 或是比較簡單的風格 我覺得 大部分的騎士會比較可以接受的風格 對 我覺得現在已經是大眾 對對對 所以 尤其男生嘛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我本身 我覺得因為剛好我有合作的廠商 然後我們理念也相同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可以試試看 OK I'll give a shot 你知道就試試看嘛 對不對 看可不可以成功這樣子 所以呢 這一次 一來是conquer的帽T 我也是覺得說 我故意就是不要過度的 就是用 過過嘛 對 我覺得不要消費我自己 當然我一開始我還是會 我還是有 我還是有一些置入 但是我覺得是說 慢慢讓大家了解 慢慢讓大家接觸這個品牌 OK 就是感覺到我們的用心 比如說我們CP值是高的 就是 就是材質不要說最好 像這個帽T 我覺得說不上什麼 超級重磅厚重 但他覺得我走的是舒服 然後呢 基本的保暖性一定有 然後呢 整體的厚度也是還OK的 然後原理就像我們上一集 上一集講過了嘛 對對對 我為了就是 這個 冷暖的穿搭 因為在台灣嘛 你說 這太厚也是不太行 沒錯沒錯 對對對 那當然 conquer的東西 我就是想說先做 然後我們其實也慢慢規劃 因為第一個是褲子 那這個褲子 我覺得反應其實還不錯 嗯哼 然後我覺得我們接下來 就可能每季 會出兩兩三個 一兩個產品 喔 所以之後就是這個名牌 對 就是conquer 然後我們會固定穩定 一直出 像可能年後 會有大家期待已久的雨衣 喔 你也知道 因為我們真的弄很久了 然後對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帽T結束以後 其實再來就素T要上了 可是素T是不預購了 我們就當長青款 就放著賣 對我們就放著賣 那因為素T很多人 買過我的T恤 都知道那個材質 很舒服 嗯哼 那當然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信 我不可能一直出一些 奇怪的T恤 對 我希望都是有 我的conquer主機車 出的都是有紀念價值 OK 那conquer呢 就是變成說 我只要研發一個 我覺得不錯的產品 我就直接丟上去 好東西 對對對 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 目前我的一個 品牌跟產品規劃 當然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機車 真的實在太難賺了 哈哈哈 這不 這個可以老實講嗎 對不對 對啦 其實真的真的 其實大家了解就知道 因為畢竟也不是那種像 可以做到那種一兩百萬的 那種訂閱 對 所以那真的很難 而且現在YouTube 其實整體的市場 就在改變 對 就真的不是那麼的友善 對 的確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我覺得一來 也是趁著我的影響力 去做 我想做的事情 對 對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叫 conquer 挑戰征服 哎唷 就是因為我覺得 對 這就是因為這 這就是我想問的 Why conquer 因為我姓康 哦對 其實conquer是C 是conquer 對對對 但是我把人K 是因為我的conquer 就是征服 因為第一個是 因為我也是 凡夫俗子 OK 對 所以凡夫俗子 情況下 我今天有 今天的成就 就是因為我不停的去挑戰 我未知的東西 然後我也一直努力到現在 不斷的挑戰 那現在我利用著 我有這個影響力的情況下 去做一個 我其實一直以來 都有點興趣的東西 嗯 對對 那當然我也不是說 創的就是狂出東西 沒有沒有 就是我希望是每個產品 都是我很用心的把關的 而不是說好像廠商就說 哎你你賣名氣 哦 就是隨便幫你弄一下 東西爛啊 對對對 所以我不管帽子 T恤什麼 我都一定有打 那你這是誰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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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我第一次挖洞 給他跳 欸 成功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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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因為真的講 你不要說機車的啦 嗯 你知道我這樣開下去 對不對 不是啊 哇 很多機車 很多不是機車YouTuber 他們也是這樣子 當然當然 畢竟他們不是說 這太可怕 因為他們必須還是得輕鬆嘛 比如說讓廠商 對對對 不是沒辦法 每個人也可以 廠商讓他拔死把尿 還可以讓打板 然後你也 沒錯 你知道嗎 所以 我覺得我有一個優勢 那當然我也是利用這優勢 順便 我也能掌控我的產品 啊 對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說 我的產品會做的比較 就是等很久 我常在講 必須要好東西 魚衣我講了半年了 嗯 可是真的 本來是好的東西 你就不 你就需要花時間去 打樣 改良 去修改 對 像我的褲子出來 其實我 呃 出了以後 我後來也是有 不停的就是去做修正 就下一版 我們已經想好了 我們要幹嘛了 嗯 那像風衣外套 其實大家騎車最喜歡外套了 嗯 我們明年也是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 我們現在就要準備明年 可能年終年尾的 要上的東西 對 嗯 我們其實都要去想 然後甚至我們在打樣什麼 真的都要花花時間 那再來就是因為我們堅持MIT 哦 因為一來我比較好控制 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可以引殺給我 我說我要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我想要怎樣 那你能不能做到 那當然缺點是什麼 成本高 嗯 然後再來就是時間呢 比較要控管 但是 但我覺得MIT 就是畢竟你知道台灣嘛 MIT我覺得還是好 像售價會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盡量壓在說 我的Conquer 目標是說 我會有貴的 也有便宜的 貴的東西是 嗯 我覺得我任性 嗯 我想要用一個 我真的買 我真的很喜歡 我覺得 只要達到我要求的東西 大概貴 那沒關係 我不求賺錢 我只是想要把這東西弄出來 好東西 對 那假如是中間值CP值高的就是 欸其實我也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哦 其實 這樣子的價錢 也有這樣子的好東西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有點像是 這樣的一個操作方法 然後看 因為我覺得騎車人 說實在 對於這種 製裝費 然後他們真的要求太 真的有點 好像有點 對對對 比例不對 所以我覺得 慢慢來 我在 我在慢慢的像 有一個算是一個野心啦 讓騎車人呢 能可以慢慢的接觸或是了解 對 服飾其實材質上面 或是一個 那種設計上面 哦 等等的商品 差異 我覺得讓大家慢慢的 小東西 對對對 欸你的其實帽T不貴啊 你賣多少 1490 1490 嗯 對一件帽T 我覺得不貴 但是可能多多少少很多學生可能還是全貴啦 差不多啦 UNIQLO 欸這邊還是講一下 其實我的影片 很沒有講到 就是我的帽T呢 其實是有送 那個拉繩背包 哦 對對對 就是簡單的 因為我們想說就是防水拉繩背包 但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呢 我們的包裝就是直接把帽T塞在拉繩背包裡面 對啊 我覺得這種東西你一定要跟大家講 不然其實人家不知道 有時候沒有 因為我 我覺得我的 之前買過的東西人都知道 就是我一定是讓你超乎預期 不管是包裝 或是一些小禮物 對對對 所以我其實以前都是這樣的走法 那當然就是這一次可能一來少講了 就是比較沒有時間去宣傳 因為最近太忙了 嗯 對 所以那在這邊順便就跟大家講一下 OKOK 好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我們那個康德的創辦人啊 哈哈 今天換我當主持人 對對對 不錯不錯不錯 麥克長大了麥克長大了 好啦 那既然聽到這邊大家也想睡啦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樣 我覺得既然 這真的是我覺得有時候一個創立的理念啊 對啊 我覺得很棒啊 我覺得真的是 希望是有時候真的可以把它做起來 然後也感謝大家支持 對 啊要堅持 真的 我覺得很很多人就是 品質 開始很好 可是突然慢慢慢慢的就是失去他的 對 絕對不能像資本主義低頭 加油 希望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先來講兩國文化好不好 就是因為我覺得其實很多人啊 大部分的觀眾 其實根本都沒有出過國 很窮啊 不會好不好 啊 資本主義吧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其實 我這很好笑 其實我以前 我很誇張喔 我家其實也是 反正沒有很久錢啦 所以其實我一直到 我 畢業 然後那個當完兵 然後到真的到工作 嗯 我第一次去出國是去員工旅遊 然後去日本 啊 啊 那就是我第一個工作 就是算是第二三個工作啦 所以其實我大概是真的很 我很誇張 有些年輕人十六七歲就出國了 但是我 我自己到二四二五 二四二五我才真的到日本 真的出國 所以 OK 也因為這樣子喔 對於 第一個國家日本 然後我就覺得 我一直都很喜歡日本 嗯 就去過去 哇 屌欸 我也是 耶啊 然後我 我 然後我的老闆 那時候我那個公司 嗯 他們也超愛 嗯 所以我們連續 是去了三年還四年 哈哈 就是東京大阪 東京大阪 東京大阪 這樣子 哈哈 真的 所以 但我覺得 但是去不膩 嗯 哦 對對對 那那那那那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講講日本 嗯 不管是很大家知道 就是其實日本呢 騎車是可以直接上國道的 啊 這是 對 對對 五十C以上 對對對 小字 好像一二五就可以了 沒有 五十C以上就可以了 對對對 對對對 上個節句 對對對 就是往上啦 然後 對對對 那那那那我今天 我可能主公 主軸日本 對 那我的 我的主軸呢 可能就是我在美國的時候 哦 你有去過日本留學是不是 對 美國 哈哈 美國留學 對對對 好 那是題外話 然後 我當時候 我第一個去的城市是德州 那其實德州 很少人在騎車 我在一個很小很小的鎮 叫El Paso 嗯 對對對 然後那個小生 很多墨西哥人 然後 旁邊就是墨西哥最危險的城市叫 華雷斯 哦 所以他是在邊境 我肉眼我就可以看到邊境 就可以看到華雷斯 跟你在金門 可以看到廈門一樣 類似那種感覺 更近更近 OK OK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就 欸其實我都沒想到 因為小時候很愛騎車 到那邊我大概是25 26歲 然後後來隔一年 到了加州 去聖地亞哥那邊去讀書 然後我才 欸 開始看到很多人都在騎這種車 對 很多人都騎這種車 哦真的假的 對對對 其實 比你想像的多 所以 所以你意思是你的 Puzzle那邊是有點落寞 對 他就有點 不能說貧民窟啦 可是在那邊比較多工廠 應該這樣講 哦 對對對 所以就算是留學打工 不然怎麼會在那種地方 對對對 打工嘛 賺錢嘛 對不對 少在那裡 哈哈哈哈 好啦 不管怎樣 你後來到了一個繁華城市 就開始很多騎車 對 然後 我先講我的嗎 對啊 其實我覺得 開了個頭了 在美國騎車啊 真的是 因為我也是因緣 忌諱下 然後認識到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是 就是他是退伍軍人 哇塞 我也覺得他很年輕 好像三幾歲而已就退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打仗啊 對他好像在第一線 所以第一線好像是兩三年就可以回來了 真正的軍人 有在打仗的軍人 他們是很年輕就退伍了 對對對對對 因為他光了幾年 他就可能不知道 對 重點是他很屌 他的老婆有兩個 都住一起 喔幹 超respect 然後 因為 這才是重點啊 各位 我很常去吃一件中式餐廳 他就家住附近 然後我就看到他 就是車庫門一打開 三台哈雷 然後一台仿晒 我記得是日本車 因為他拆的迷迷茅茅 然後他也摔迷迷茅茅這樣 然後哈雷我就問他說 欸就是你有很常騎嗎 還是在那 他說每天騎啊 每個週末還有老婆 就是一起去 他老婆也會騎 喔對 然後他說 欸你 就我跟他講說 我們在安全帽這樣 對然後就 他有一次又邀我去 就是去 LA 嗯OK 我們從聖地亞哥到LA 其實 多久啊 一兩個小時就到了 很近 哈這假的 對對對 然後我們上 直接直接走 San Diego那麼近嗎 很近很近很近 然後途中會有一個 那不就是比大峽谷到 到LA還近了 嗯 差不多 因為大峽谷他是在 荒 就是郊區 他在比較偏 對對對 然後可是我們會經過 聖地亞哥其實 人和LA其實很常會來往 就是他們那邊的人 那San Francisco咧 San Francisco 欸你看抱怨 雖然都是同一條 他好像有一條 Freeway是一號 一號是連接 觀眾朋友知道那麼多 OK好 對反正就是一條 13N在San Francisco 對 很漂亮的那個公路就對 就是沿著海線 OK 對對對 反正我們就是 騎啊 然後就是他也帶我騎 因為我騎的也剉剉的 我對 他也是塞車 他也塞車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騎了 哈 我忘記 我 他那台883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很小一台 883 絕對是883 我可以hold住 對 我跟他 那我就騎這台這樣子 然後他OK 然後let's go 這樣 然後他就 很free 然後就直接 我們兩個人 然後就這樣騎 我說幹 我手一直在抖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很久沒騎車了 而且早期 排斥直線抖個屁喔 很省 欸 那個風很大欸 哈囉 是怎樣騎過分快 沒有沒有沒有 反正就 少在那邊了 絕對是100多吧 就是你可以 吹著油門 閉眼睛 你都還可以騎車的那種 因為就是直線啊 沒有啊 我上一次這麼做 我就摔車了 上一集 對 我上一次這麼做 我就摔車了欸 欸我睡覺了 對啊 反正真的很好騎 而且天氣我覺得就是 是因為路很寬啊 寬以外 六線道還四線道 哇哦 海岸線還六線道啊 沒有沒有 我們好像走10號 我們那時候 不是走1號 我們走10號 沒有沒有 誰知道他媽1號 不是10號 有啦 Google一下就有了 Google Google妹就有了 你他媽的 哈哈 然後反正就是 對 就是騎來回這樣 然後我們也下去 吃個漢堡 然後就回來這樣 喔 所以其實美國人騎車的文化 其實他們 因為畢竟路大 地大嘛 對 所以他們有點像是A到B 然後享受中間 就是他們不管是不是山路 嗯 可是我覺得每個城市 每個城市不一樣 對 像有些城市 他也是很偏向 很像台灣 就是欸我去喝咖啡 我就走了這樣 喔 像十三安也是啊 十三安就是欸 幫老婆買 幫老婆買個東西啊 或什麼買個東西 是一個藉口 出去 對 因為他們其實 我覺得他們地大 所以他們其實 到哪都可以是一趟旅程 對 而且他的山路是 我覺得蠻多的啦 我覺得 可是反而是山路比較少人在騎 我看到了也許我去錯條了 也許 對對對 也許我去錯條 對 OK 之類的 還是說他們賽道多啊 嗯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因為他們很喜歡 就是開著pick up 然後就是後面載車 就走了 啊呀呀呀 對 所以就是 對呀 pick up就是皮卡 然後可以載 就是現在的熬到 那種後面可以載車 超大海的 對 反正就 很羨慕他們的生活 可是 很chill 很chill 超chill 可是回來台灣 我覺得還是台灣比較好 蛤 為什麼 我們走兩步 我就save 再走兩步 我就全家 欸 你知道有時候 好了嗎 有時候 不死啊 有時候騎車浪漫是這樣子 就是 你會給自己的藉口 像我去那個屏東的時候 他們也說 喔 我說你們都去哪騎車 他說什麼 一三 忘記了 Upple One 什麼之類的 之類的 有講錯請編 然後我就說 What 然後我說騎多久 因為我知道 他說沒有 大概騎到三下 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 那我說 我台北市 我想要去任何一個山路 Anytime Anywhere 不管哪條山路 我都是直接 大概兩 半小時吧 半小時 我剛剛在想半小時 對 不好意思 今天可能是 收音有點雜音 那請見諒 沒事沒事 對對對 因為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點 不太順利 好不管 然後呢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知道騎車 其實都這樣 很單純 就是給自己一個騎車的理由 像輕檔車 對 其實很多人講說 其實說 那活動就是 啊 你知道 他也不是說 真的那麼熱愛 但是 今天有這個活動 對 他給他一個藉口說 Yeah 我要去 我要騎這條路 我要走這趟路 啊 就像你講的 像你在美國 你就覺得 喔很羨慕 就覺得好像很秀很舒服 喔 但是可以出去騎 是真的 但是 對 像你他可以 我可以像十三人 他可以說 我要去Costco 所以我騎一趟 二十分鐘 對 那不是嘛 我去Costco 或是我 我去Saven 我怎麼走路就到了 我幹嘛騎車啊 也是也是 所以我覺得 小有小的好處 大有大的好處 各有各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相對來講 像美國 因為我也去過 嗯 我就有感受到 那邊真的是 就是 你有租車嗎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有想 嗯 因為其實他們有些網站 所以我我我我我十三人 嗯 就是他有推薦我幾個 一些租車網站 他們有很多那種像 AMBAB那種 共享機車的 啊哈 對對對 然後 我就有 大概看一下 聽一下 然後原本真的想租 但是因為後來我在 呃 西 東西 西岸 西岸 西岸嘛 是LA 是西岸嘛 對對對 西岸那邊我沒有待太久 所以就沒有 去租了 但是滿可惜的啦 所以我一直就覺得說 下一次再去 我一定要去騎車 有機會啦 而且你知道他那個網站打開啊 就是哇 什麼都有 就是他們自己的車 然後會借給別人這樣子 然後就是他們的網 你知道他們的很多這種東西 嗯 你知道先進國家嘛 哈哈 屁呀 我覺得滿落後 哈哈哈 然後滿是 有毒蛤利啊 什麼的你知道 而且 車便宜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說 真的很可惜沒有去 但是我因為我有租車 我有去 從這個 呃 Las Vegas開到大峡谷 然後開車 對對對 所以我其實路上 也看到很多那種美式機車 嗯嗯 一定 很 對 就美國超多美式機車的 嗯 那我覺得他們是因為他們 整體道路就真的是比較偏寬敞 嗯 然後呢 就是所以他們也 當然也可以上國道 哦 這個還是 可以啊 可以啊 這很正常 對 對 然後我覺得 他們也可以合法鑽車 嗯 當你紅綠燈 或是速度過低的時候 其實 他們都很習慣 就直接走 就直接鑽路 就是直接走車縫 是啦 是啦 你有你有鑽到嗎 我沒有鑽到 因為你們度太大了 很早就要塞車了 到LA 然後就是就是市區 稍微騎邊邊這樣 嗯 那也是啊 那也是啊 可是在高級公路我不敢 哦 對對對 因為速度比較快 對對對 沒有當然 裡面你要鑽你要 那裡面國外真的路太大了 大家都開很快 對 所以你根本沒辦法 不像台灣那種什麼那邊塞車啊 對 應該很少啦 進市區可能有機會啦 嗯 對對對 那當然我覺得說 在美國的部分 我是覺得他就是 其實 因為他路真的太大了 嗯 真的 其實你真的會 對 對 可是路面爛 路面真的 不是很好 對 對 真的真的不是很好 對 對 但我覺得騎起來 所以你覺得騎起來感覺 因為騎短短的嘛 舒服 其實就一個是舒服 我以為他會 就是騎 我們會騎到什麼山路啊 還是什麼 其實沒有 他就是 其實很習慣就是 欸 走高速光路啊 嗯 我去LA的時候 我真的就很想要去騎那個 那個美國的北衣 你知道 那個我忘記那個名字了 然後 那個影片很多 對 有人在那邊殺彎啊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美國的北衣 以前大家都會 超屌的 欸 那邊很多很可怕的殺手 嗯 你知道嗎 那邊 看那個以前 我以前 我在玩車 大概 maybe三四年前的時候 都會看到那個影片 對 然後你就看 哇靠 每個那個彎緊繃的 這樣手肘啊 然後 都不怕 出彎都給他 孤輪滑胎 這樣子 滑胎 對對對 哇 而且那個彎真的就是 唉 對 很像我們之前 烏山的米漿彎 喔 它就是一個 大左彎 然後很深 然後再 它是一個圍上坡 有波度 對對對 所以我看到他們 下坡還這樣殺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很猛 但是我覺得啊 我覺得 我在猜 應該其實 這東西也是一個 同溫層 它其實是一個小眾 就是在那邊跑山的 我覺得啦 就是假如像你講的 我覺得可能像美國 因為他們其實那時候 我有問一下 他說其實你要去那條山路 其實從LA出發 其實大概騎一個小時 真的假的 就其實也沒有說 真的讓你想像中的那麼遠 因為畢竟 其實LA是山 樹附近是山嘛 它的地理環境是山嘛 對對對 所以真的啦 有機會真的想要去一下 你覺得咧 可以啊 Yeah let's go Let's go 不是現在 哈哈哈 but not now man 那其實我覺得美國 先到這邊好了 我們來講一下日本 畢竟我個人 真的有騎到車是日本啦 我自己覺得 日本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OK 怎麼說 你看喔 哪一個國家 跟他騎車一樣有禮貌 蛤 你現在除了日本 你有辦法想到一個國家 騎車是很有禮貌的嗎 呃 但是 其實我覺得 國外歐美國家 其實他們相對來講 因為教育的關係 他們還是會禮讓 啊 對對對 這現在就是日常 但是日本是誇張 哈哈 是你知道嗎 你 我覺得不要講騎車 你光你 很多人 我相信 一定很多人都去過日本 嗯 你光過班馬線 你是行人 對 你在讓沙小啦 你就 你 啊 做做做做 這個 你補個油門就過了 我就等你嘛 哈哈 你在讓沙小 對不對 所以 我你王還不習慣 你知道嗎 後來開他讓你 你還要走快一點 對對對 因為我遠遠 我才準備要過馬路 很尷尬 他遠遠看到我 他就停了 他就先停了 嗯 台灣人怎麼先踩到你 等到真的是你在他面前 他在讓你或是 擊殺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就是 我覺得這說法很多種啦 有的人會覺得說 日本人太假掰了 但是我覺得 我個人比較自私一點 就是 對 文化不同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以我個性是 我只要不去那邊工作生活 我都可以接受 但我假如是去旅遊 我很喜歡那邊 很舒服的感覺 他給人家非常的禮貌 禮儀這樣 雖然可能有人覺得說 那是有點假 只是這叫什麼 他有個說法叫什麼 微笑拒絕還是什麼 就是他們是 是我嗎 就是 稍微就是他們說 可能其實他們內心不是這樣想 但他們還是會盡量表現出非常的禮貌 對對對 這是他們的文化嘛 這是他們的文化嘛 對對對 所以 OK anyway 就是我覺得我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就去租車 其實我做過一集影片啦 然後我有到那時候分享 分享一下我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我是去租車 然後其實我覺得 因為日本跟台灣真的太近了 然後再來就是 他其實整體的那個旅遊文化 其實已經太蓬勃發展了 所以甚至已經像 也很多人都是 中台灣人 去開團 去日本騎車 對 其實蠻多的 而且還不行了 那當然 當然 當然就是有的是開團嘛 那大部分其實你在網上找 關鍵字其實就跳出來就是 你去租車 然後會有台灣人講說 怎麼去租車 去日本租車 然後很簡單 你只要準備什麼什麼什麼 那因為他有藝本嘛 你只要換個駕照 然後去那邊申請 哇超簡單的 你到現場 然後我就到現場就去給他看 但我其實剛好因為我有日文的朋友 所以切得更簡單 但其實他 你可以設定 你說你要會中文的 還是說你要會英文的 對 你可以選 你在填單的時候 你就說 你在申請的時候 你就說 哦 我要會中文的 他會講說 哦 會中文的店有哪幾間 台廠啊 長野啊 對 那我就選 因為我剛好有會日文的嘛 所以我就沒差 我頂多就選英文而已 因為我覺得簡單溝通就好了 反正 對 然後他們其實就是 就是很簡單 就大概跟台灣租車差不多 嗯 但是我就一上路的時候我就嚇到 我就哇 好方便哦 他們就是 哦 這還是要講一下 日本人呢 他認識我是冬天去 嗯 然後我真的不了解冬天有多冷 你知道嗎 人騎雷啊 真的是超 然後你知道嗎 他就說 你穿這樣嗎 我說 你會冷死 哈哈哈哈 你說那個店員嗎 他就看我的手套 他說 你這個手套不行 他說 他就這樣 我送你 他就是 因為他其實要加錢 嗯 他就送了我一個加熱手套 真的 你就戴在裡面啦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手套 你沒看過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天呐 你那麼常去日本 加熱手套 他就是一個手套 然後他手套上面有按鈕 按了以後他會溫度 你可以調溫度 哦 你可以 所以你整個手套就加熱的 他是整個手套然後有含電池 然後你電池他就是在 在手腕的部分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你這個電池 你只要開多久大概可以撐多久 那實際上呢我大概騎一整天 就是有點一拜 因為我真的是從早騎到晚 因為我只有騎一天 就是我有你的口 我只騎一天 就應該正常就是通常建議就是 你就是兩天嘛 兩天一夜 你騎到郊區住一個晚上再騎回來 那因為我住在窮嘛 所以我就去的時間真的很有限 他就送我 然後人很nice 就送我手套 好險有那手套 你知道嗎 就連我有那個手套 他的加熱喔 我都還是會覺得有點動 所以你知道騎車假如你真的動到一個不行 因為那個時速其實溫度是這樣子 當你時速越低 每比如說好像時速加 加二十三十的時候 你溫度是直接降一兩度的 對對對 所以你想喔 我那時候大概在日本我不誇張 那時候大概是個位數五度以下 一到五度 一到五度然後你再加上你腳騎到一百的時候 其實你體感溫度是負的 對對對 你知道嗎 真的真的那時候 好險我覺得我準備的是一個超暖 超暖超暖的那種羽絨外套 所以我只覺得我褲子我腳快冷死了 那時候你覺得你穿的靴子你穿的長襪了 你覺得你腳還是動的 真的很可怕喔 第一次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阿 就是去日本其實可以 但是做做功課 或是你要了解溫度 當然其實他們都很聰明 他們有讓你租的 不然安全帽 手套什麼都可以讓你租 對我覺得整體來講 體驗是很棒的 然後再來就是 上國道 因為第一次上國道 因為有點緊張 就發現沒有 因為其實我以前有騎重車的經驗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不過就是 有點像是我們上市民 就是高架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高架跟國道到底有什麼 就是它是速限不一樣 但是其實就差20 請問一下這時速20 真的有那麼差那麼多嗎 你知道嗎 當然我覺得時速20 為什麼要這樣道路設計 還是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第一來就是坡度 以及整個道面的道路寬度 以及這個彎度 對對對 它會取決於說 這個道路它是高架 還是快速道路 甚至它可以做國道 你知道嗎 所以國道在設計 為什麼它可以開到110 原因是因為 它有設計比較平 比較坡度比較緩 像為什麼國道3 它可以開比較快 很簡單 因為國道1 像五谷那邊 它坡度太高了 然後它也比較蜿蜒 對 那國道3它其實做得 稍微比較寬 對比較直 它今天繞郊區 它繞郊區 所以它可以比較 它開它想要的路 OK 所以它速度就比較快一點 那就像為什麼 台中過後為什麼變120 因為台中過後 已經加南平原什麼 就是往台中過後 喔真的假 國道1 看 我都到台中那邊平原 你整天 沒有啊你光 110吧 110吧 你只要那個大下坡一下去 然後有個大橋 準備接到第一個休息站的時候 你就是直接120了 就假 對就是有那個紅色的山那邊 就直接變120了 對對對 反正就是 OK那就是中南部 因為它比較平嘛 路比較直嘛 所以還變120 OK 反正就是科普啦 好不好 厲害厲害厲害 那那就是 但是重點是 我在日本的時候騎 我就覺得說天哪 就是沒什麼感覺 就一點都感覺比較危險 嗯 對就是好像很害 而且我還故意 我租冷400 是舊的冷400 嗯嗯 就我還故意租一個黃牌 就是馬力不是那麼足的 嗯 就是你要就是 比較輕鬆啦應該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比較累喔 你租車當然是騎大馬力的啊 沒有真的 也是也是 像你去美國 你他媽開Yaris 你會踩到死欸 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真的跟大家告誡一下 就是千萬你假如要去那種國外 路很大條的 像尤其美國那種 千萬多加點錢 不要省 租個至少2000cc以上的 喔2000 對啦 對啦對啦 因為我那時候租1000多的 嗯 我一直都油門到底 你確定你沒有被開 啊不對有開 因為你就是直接跟著 對啦對啦 大家其實都蠻快的 不管美國日本 我發現每個人國道都開超快 我去日本也是啊 是嗎 大家開 開超快 晚上還是 白天喔 白天 因為我的行程是這樣 我是直接從東京出發到河口湖 那河口湖為什麼去河口湖 是因為他是可以看到富士山 然後還有溫泉 那我說有沒有泡 但是因為我為什麼去富士山 河口湖是因為 他是可以唯一 郊區可以飛空拍的 因為我是攝影師嘛 所以其實東京日本騎 你真的要飛空拍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他一定要郊區 對 他是算人口從密度 就是你頭頂上要幾個人 是這一區 這個多少人 人口 對對對 所以河口湖他是郊區 那當然可以 那是景點 那我覺得那邊很漂亮 他這邊真的超漂亮 所以我有拍影片在那個 假如大家想看的話自己去 我剛剛嘴機車搜尋日本 東京 我應該會有我的自然旅遊影片 然後反正就是很漂亮 所以我才為了騎那邊 那騎那邊大概距離喔 很簡單大概是 台中再難一點 我大概騎了 我不誇張喔 我都是100以上到150之間 我騎了足足兩個多小時 真的真的真的 感覺怎麼樣 在那麼寒冷的天氣 冷到靠北 冷到靠北 然後又沒有穿 但是其實我覺得沿途風景美 新鮮空氣有多吸一點 我越跑我越爽 好像有長翅膀 那你是戴全罩還是三分之三 呃 我是戴自己的帽子 喔真的假的 欸等一下 對我戴自己的帽子 所以我就是 我就是戴了全罩 不然的話直接絕對死 直接那個嘴唇直接掉下來 對 那你咧 你有沒有騎過 我的可以等一下再講 但是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騎過 但是你很好運是你騎很長 欸有朋友帶 喔沒有啊 對 我沒有朋友帶啊 你朋友沒有陪你騎 沒有啊 他只是翻譯 好 他只是因為他是個女生 他就只是來然後帶我們 對對對 幫我去跟店員溝通 然後他就說欸 其實你和誰 那我載我表妹 因為我就抓我表妹 我就不管幹他媽 你跟我走 對沒有沒有就載 又上車這樣 對對對他 所以他後來真的超後悔的 ok 因為對於一個biker來講 你覺得你到一個異國 然後當然我覺得真的太冷了 想要不要那麼冷接 我覺得一般的後座可以接受 嗯嗯嗯嗯 因為真的冷 你就會覺得你在過程 像我在享受騎車 但後座的人就覺得說 後裏放蛋 你還要帶大家多久 你知道嗎 當你到休息站的時候 然後投下一個熱咖啡 握在手裡的時候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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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在冬天才能感受到 哭了你知道嗎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還直播 我很開心 我在休息站我就直播 有嗎 那很久以前啦 超早以前的 就很感動 然後在那邊直播說 今天這超冷了 真的 然後重點是你會看到很多那種騎車的人 我還記得 我就遇到一個那個美式機車 一個女生超辣的 就是穿全身美式機車 然後就很帥 然後遇到他 然後就是你會遇到很多 你會發現其實還是很多人在騎車旅遊 嗯嗯嗯 對對對 然後大家就是也是蠻熱情的 其實不是他很熱情啊 就是大家會偶爾點個頭 或是幹嘛的 我覺得還是 大家我覺得biker在不管各國 還是都有這個文化 美國也會啊 你有嗎 呃其實會不一樣的感覺 喔是假的 對美國人會他會比較 就是他會跟你聊天 他就是會跟你聊天 因為他會跟你聊很久 對對對 啊可是日本亞 我覺得東方人可能會 一開始會比較 欸 但我覺得就是騎車的時候只是只是 對對對 可能點個頭笑一下 對對對 但是還是會心理一下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差異啊 嗯而且 我覺得日本文化是 就很好笑 嗯 你知道嗎就是 我想說為什麼大家都開那麼快 而且你知道身為人生地不熟嗎 但是你又想開快 騎快 所以你就會發現 就是看到人就跟 然後後來我就 哇大家騎好快 開好快喔 然後大家就讓我 然後其實我 沒有我又不想 我不要不要不要被他讓啊 呵呵我想跟著他 呵呵 然後後來啊我才了解到 原來是因為日本人 當你跟在後面 他覺得 你擋他擋到你了 喔 就是你太慢了 他會想很多 對他會覺得說 喔你一直跟在後面 是不是因為你開太慢了 嗯 所以他得讓 啊 而且他們觀念都很好 內車車道絕對是超車車道 嗯 他們不會待太久 除非他在裡面開很快 他就會一直待在裡面 喔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奇怪他幹嘛讓我 嗯 然後 重點是他讓完我 我居跟他 他已經覺得 幹這家人怎麼擠賣啊 哈哈 那後來才了解就是 原來是這樣 所以跟大家科普一下 以後假如日本騎車 不要貼人貼太近 你要跟客也不要貼太近 對啊 欸我覺得那個啊太近 好像也是會被 靠北海怎麼樣 對就是他們會覺得 你給他幹嘛給他壓力 對對對 所以他會想閃 因為他覺得說 喔不好意思 我擋到你了 違法嗎還是 我不知道欸這我不知道 好像有聽錯 喔是喔這我不知道 我忘記我忘記了 就是你真的逼車的話 好像是可以攔你 OK但但但我覺得 最大的差異文化還是就是說 當然我上國道沒事 而且大家都開超快 我跟著走跟著騎 我就完全沒事 然後超級舒服 那當然回來以後 沒辦法 我終於我我 因為我小區嘛 嗯嗯 我也老市區 剛剛我缺點是什麼 他們的收費站 不就沒那麼聰明 他們有ETC啊 但是我是租車嘛 所以說你很冷 你還要把手套脫掉 然後那邊投錢交錢 對對對 所以這個後座就比較方便 他可以先準備好錢 幫你 稍微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再來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最重點 還是一個就是為什麼 我現在講什麼東西 我要去哪裡去哪裡 我都一個人騎 然後我都沒有在怕的 原因是什麼 很簡單Google Map 對的確的確的確 我只要靠Google Map 我就是通行無處欸 對那個很準 可是你在台灣欸 沒辦法啊 可以啦 你就會上國道啊 哈哈 你在講外國人的話 你懂為什麼 你是外國人的話 你就會 為什麼那麼多大嗎 美女還是什麼 其他人 美國人上國道 然後被攔下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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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他們用Google Map 你知道嗎 所以台灣Google Map 就是還特地開個機車的 對 你知道這是個racist 你知道嗎 這是種族歧視欸 歧視俄羅 對啊 這是歧視欸 Fucking racist 對啊 但是 這是很好玩嗎 但我覺得就是在美國 就是日本就是這樣 然後他們的左轉道的設計 也非常的棒 其實這個重點是 你注意看喔 台灣的左轉道是 好我現在算三線道好 我左轉最裡面那道是三線道 是左轉道 日本不一樣 他兩線道 但是他要左轉的時候 他會在中間分隔島 會挖一個第三道 讓你有地方可以停 所以他的路不會堵 而且 而且你要想的是 他都是面對面 我現在 我很有他挖進去了 他挖進去是一個左轉道 對面也挖進來 所以我們兩個左轉的是 我們是面對面的 看得到 對 可是我們就是 我就只能排最左邊那道 然後 然後假如萬一我開開 發現前面有左轉 我被擋住 是我就不能直走 我還要特地切出來 對對對 對對對 就很煩 你要猜說前面那台車會不會左轉 不會左轉的話你就跟著他 也會比較快 台灣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正是每個道路設計 我感受到的是 我在日本就是我騎車很free 我只要Googleman按下去 我就照著他走就好 我從來沒有錯過 我只有有一次我逆向 因為 我跟你講正常 我也有逆向過 我真的是當了三寶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我河口湖 我騎 因為我騎一天來回真的很硬 我騎三個小時 Range大概三個小時 到那邊然後玩 然後拍照 我們還去景點這樣子 然後回來以後 就是趕回來 因為我是黃昏了 我要趕在八點前趕回來 對 哇賽然後 我就急著回去喝口湖 結果我就逆向 我忘記了 太順了 就是一台貨車直接 哇 直接這樣 他直接捨死 你要嚇死了 你知道 就是你突然開要有逆向 對 然後我就 啊謝我當三寶了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乖乖的 其實也太急 一上車就走了 就忘記了 然後因為也就是郊區 沒有車讓你就是 大家這樣走 沒有沒有 反正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後來我就趕回來 趕回來之後 欸我很有幸的 遇到這個日本下班車草 喔 喔然後這時候呢 我就做過功課 日本其實是可以同道並行 他可以鑽車 所以我其實我知道 但是當下其實你有壓力 你會覺得 我就是 該不該 對我我會不會 像我一樣我也是 該不該 你知道好像可以 但是你 你的教育或是 對 人生地不熟 對對對 你會怕出事 對 後來我就覺得 因為真的太塞了 然後我就受不了 我就開始鑽 然後就體驗 然後其實發現就真的就是 就是跟我們正常的 對對對 高架啊 你知道其實就是這樣子 嗯 體驗同道並行 體驗這個 機車在塞車的國道 鑽車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這是 一整個我覺得在日本給我的感覺就是 友善 然後他就是自在 對 然後就是 我覺得 就是他的體制 跟他的道路設計 以及他的交通規則 以及他整體對機車族群的一視同仁 你會覺得 沒有沒有沒有不一樣 你知道我們彼此是沒有 我跟汽車機車是 大家都一樣的 對對對 你知道嗎就是你今天 你你能去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去 對但在台灣就是 你你除非你要 懂路 你要熟路 不然你像以前 好了我們騎白牌 你要走西兵 你就會覺得說 欸我到底要走下面要走上面 我快要上西兵 對 以前我騎小忍的時候 我真的很害怕說 欸我會不會誤上到六一了 你知道嗎對不對 所以 真的啊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真的是很尷尬 可是說實在 限速這種東西 我小忍難道不能騎100多嗎 我難道不能騎90嗎 對啊 看限速差不多 所以我還是更聊一下台灣 這個限速以及這個 路權的問題 好不好 沒辦法 那你咧 對我剛剛就想講 其實現在日本騎車 很簡單 然後因為你只要一本 對啊就是你租車駕照 開車也可以啊 那我覺得我就沒有你那麼好運 為什麼 就是其實我覺得你 因為你是載你表妹 嗯 可是我是載我女朋友 對對對然後那時候 反正我們就晚上 然後和一個高中同學 我的高中同學見面 然後他說欸我買車啊 上次我在賣秀儀這樣 然後他說欸我買車啊 來來我家一下看一下 然後我就提出一個很悲然想法說 可不可以借我騎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就這樣 什麼車 就這樣我 我就這樣說真的很不好啦 可是我是連一本都還沒有換 哈哈哈哈 沒關係啦 沒有我覺得 因為我原本不想講 其實就一直在這個 可是 反正就是一個經驗嘛 對對對 沒有我覺得經驗談啦 對啊那我以後不會 OKOKOK 沒差你又不是網紅 你又不是網紅 你沒有壓力 可是我覺得這個一定要先 先那個 跟大家教育好說 就是你要去一個國家騎車 或是租車開車 你一定要先做好功課 對對對 而且日本不用怕說真的 他雖然有些左船道設計是 你會你會有點怕怕的 因為左船要靠 對對對 對對對 你會你會怕是那個道 你會走錯 可是其實你Google Map就好 對啊 對對對 Google Map他就會跟你講你走哪一線 哪一線 對對對 所以我在其實在國外 就是那麼久 所以你去日本有騎很 你都是騎四處 沒有沒有我上一個高架 然後到台場 然後反正就是我也有點半迷路這樣 因為他沒有手機架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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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打開乾娘 沒差 跟你講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出國 只要不是太遠 其實我其實很喜歡在日本 怎麼辦 我應該說我去國外 有一個興趣 我喜歡撞遊 就是我沒有目的 我就瞎走 然後我有時候會感受到 不同的感覺 感覺 因為你有時候去景點 你知道的是觀光的那個國家 對 像你假如OS 你就是去華西街 你去西門町 喔喔 你去中正紀念堂 你會覺得台灣就是這樣 但sometime你假如 走到了邊邊腳的巷子 你會感受到那個國家的感覺 真的 像你去 是啦 你去 但是我所有說就是假如今天 我沒有很遠的話 我其實就給他他媽媽亂騎 反正我 我只要確定 好我亂騎十五二十分鐘 我要回頭 我都還來得騎 對 你不能就是幹一次 配就配三個小時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有時候 出國 我當然騎車我覺得 因為畢竟他比較快 有時候比較有風險 所以我覺得 當然還是計畫一下 但我覺得如果 像我去出國其實 我有時候很喜歡這種感覺 OK 就是用走走的 你就去感受一下 他的 會啦 走的我會 對對對 所以那你 那你騎的後來感覺是怎樣 就是 就是體驗 我覺得是體驗 蠻好玩的 就是一直有很多機會 原本就是要去兩天一夜啊 三天兩夜那種 都沒辦法去 為什麼 就是時間卡到 我在工作 可是我那時候人在日本 我就很可惜 就是插座過去而已 但是我就可以騎車了 很蠻可惜 而且常常我去東京展 東京展都有很多廠商啊 老闆都去拍照 我們要騎車要不要去 我不會當 為什麼 我回台灣啊 反正就是機票訂好 然後也有工作的排程 他們要兩三天 喔喔喔 對啊很可惜啊 就是旅遊了啦 對 可是我很想去 我一定會去 而且他們真的很常是騎車旅遊欸 對 他們比較常 像台灣還好 台灣他們就是環島一定有嘛 但是 很少那種大包小包的 對對對 我在景點都看到很多biker 就是他就算騎 呃有點有殼的好 就是以650R來講 嗯 他們也會騎那種車 然後就包了殼 就是一個那種背包 然後就直接停 就對 因為我就有遇到 然後我就覺得哇 然後他們就是 就真的是biker的生物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 因為素材你說日本很大嗎 對就是其實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以東京區來講 然後你去郊區 其實我覺得 並沒有說 你也像 覺得像是美國這樣那麼大 然後我就說 啊怎麼辦 我出去一次都很遠 就其實還好 那我覺得其實 這種感覺是 可是國外就有這種文化 對 他們有這種就是到處 欸享受那種騎車的生活 然後 欸騎到一個景點 然後玩玩玩 然後去裡面住啊 對 或是感覺是騎的比較遠一點這樣子 是看國家啦 我覺得 就是文化啦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的 我們的騎車文化現在好像 稍微有點 也一樣有那種出去遊玩 也一樣也有也有 但是常常現在大中 就是比較像是短程 或者是一個休息而已 就是只是 欸 A點 然後就 就這樣 因為台灣真的繞完 真的 因為外國人覺得來台灣就是 他一天他就可以騎完 啊 屁的欸 他覺得很短 真的真的我上次遇到一個 反正就人家帶來的廠商 他們是那個歐洲的車隊 三個人就是說 欸我們一圈就騎完 他們說覺得很短 可是他們騎了 欸六七百公里這樣子 反正就是一天喔 然後殺回來 欸就是很快的時間 我忘記多久了 對就是說 喔他們都笑笑欸這樣子 對啊 24奈啊 就不知道他們好像騎幾個小時而已 聽說啦 阿車隊阿 小胚這樣 嗯 好啦所以 所以講到那麼多喔 你有覺得說這個 出國大家有沒有覺得很懷念 我現在想出 哈哈哈哈 大家都想出國 我好想出國 那個畫面你知道嗎 對啊你知道嗎 欸 真的是你 我覺得是這樣喔 就是出國其實就是 去一個人家想出國就是 你去一個你你活人人家活你的地方 對 就是 人家來也是啊 對啊對啊 對啊 我們覺得說啊台灣就這樣 可是喔台灣東西很好吃什麼的 對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樣 你只要出到國外 我覺得就是一種放鬆 然後一種體驗人家國情的感覺 對 然後享受一種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騎車這東西真的有機會 大家一定要去 就有機會 真的 你就是既然你喜歡騎車 嗯 想辦法規劃一下 然後去去去體驗一下 應該可以啊 現在機票便宜 欸欸說真的 對啊那麼便宜 反正你只要不怕COVID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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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只要不怕 可以啦對不對 然後你講這種大學生嘛 現在沒工作嘛對不對 就是去啊隔離四十天 沒餐廳你你都時間那麼多 哈哈哈 對不對你你你你你你青春那麼多 對不對不像我們隔離四十天 我們可能薪水被扣到死對不對 就GG了 所以 唉 反正我覺得是這樣我覺得 真的我們都很期待 有機會可以出國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當然假如未來明年 不然這樣我們在未來這邊 就是 約定一下 假如 不管明年啦 就是以後 可以OK出去 對日本 OK我們兩個去 玩一下 騎車嗎 騎車嗎 還是喝爆 當然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 就是我們 就跟你講 在日本你要喝爆 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他整個到處那個7-9 爆滿 去shopping mall 大概有100種酒 你要去酒吧 沒有當然 但其實我最透悔的就是 我其實還沒有去過日本的酒吧 啊 對對對 就是居酒屋一定有 嗯 但是日本酒吧真的還沒有去過 所以我覺得 下次試試看 我們可以騎車 我覺得安排個六天 我們就多一點 OK啊OK啊 六天啊 因為我之前都是窮人嘛 所以現在就是 對 其實不不貴啦 不貴我們可以找人帶 反而會比較好 就是欸我們現在東京一兩天 對對對 然後我們直接過去 對對對 我們就兩三天兩三天 對對對 對對對 好OK Let's deal 好啦那基本上呢 今天講那麼多 有沒有覺得也很想出國 起車呢 有啊希望大家應該都 假如今天我們講這些東西 讓你有感受到 你想要這麼做的話 那我們成功了 好不好 就是真的 國外真的美麗風景 對 哇你知道嗎 我去最後還是講一下 最後再敘述一下 我去美國的時候 人家說就是 美國路大開車很無聊 但沒有 真的蠻無聊 沒有沒有 但我啦 因為我是觀光心態 OK 我覺得是大峽谷 因為你沒有看過那麼浩瀚 無垠的 場景 真的真的 你會覺得因為台灣說在 台灣也很美 真的也很美 但是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它那種是一種非常遼闊 然後就是 山啊美啊 海啊 樹啊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路真的 哇就跟MV一樣 你知道嗎 真的就是真的每每一個點 隨時你拍下去都覺得好美 對對對 所以我一直很享受這個整個旅程 日本也一樣 就騎的時候第一個 他們整體的道路設計也不太一樣 然後我一上到郊區的時候 哇真的是 就是愛上 真的 遠遠方 遠方飄著雪這樣 就是有那個 你看到他們是有在下雪 就是富士山那邊 然後或是 你就感覺到喔然後 那個花 那不知道什麼花 還是什麼就是 就是 或是枫葉之類的 我不知道那個是不是十姐 我其實不太確定 那是什麼植物 但就是覺得很美 然後那感覺就是 我不知道耶 就明明都是一樣是大自然 一樣都是山 但是你就看得出 就是跟台灣不一樣 不同有不同的美 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其實沒有 其實我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所以我其實都很會很看到說 就是同樣 但是其實就不知道什麼 就是空氣 流感 陽光的通透感 就是我們攝影師 為什麼我們都喜歡吃日本 因為日本的通透感非常的好 第一個空汙問題 第二個是因為緯度關係 他的太陽射下來 你拍到快門按下去就是日本 你知道嗎 在台灣是拍不出日本的感覺 我想說不是調色喔 也不是他媽的後製喔 沒有 光你按下快門 就哪一張 就走日本 就是日本才拍得出來的感覺 喔 來 認同的話 攝影師下面喊加一刷加一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 好啦就覺得說 每個國家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嗯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假如希望啦 明年我們可以趕快結束 有機會的話 希望趕快可以結束這場災難 真的真的 那到這邊 今天差不多囉 OKOK 今天聊得很chill 對啊 好啦那感謝各位的收聽 祝你們有個美好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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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集應該會是 maybe禮拜四 禮拜六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其實我們現在也沒個確定的時間 因為畢竟我們實際上比較難約 然後最近我真的太忙 我家的Pockets以後 我把自己塞滿了 你知道嗎 因為前面就塞一根 後面現在嘴巴又塞一根 你知道嗎 後面現在我整個全 塞滿了 以前後 前面就很滿了 現在後面又被人再堵一個人 我真的是直接應付不來 你知道嗎 好啦那希望我可以持續 我們持續創作啦 OK啦 等於其實真的講 Podcast這東西就是 它其實沒有什麼效益 就是我講的是 對頻道 但我覺得 這種輕鬆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接觸到 另外一個層次的東西 所以我們也可以聊很輕鬆 對阿多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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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感謝各位收聽囉 掰掰 掰掰